个案足迹不断更新 也让环保局清销人员贫于奔命 两周来一有状况就得即刻出勤 为了熟悉消毒作业 与喷洒器材 这四五人成了固定班底 光一台背负式消毒机就重达三四十公斤 还得沿街徒步好几公里 连大男人都吃不消了 即使有轻便型器材 对女队员来说也是一大考验 多背几次就熟悉了 对 那个感觉 疫情的关系没办法 就是希望大家赶快把疫情结束掉 加强社区防疫 市府与国军针对桃园医院周围 及格里进行大面积消毒 传统市场也超前部署 贴除公告 要求民众佩戴口罩 自定防疫策略 所以疫情逐渐白热化 桃园市府也公告将传统市场 纳入强制戴口罩范围 下周期如果民众进到市场 没遵守规定 为者最高将开罚一万五千元 大家一起问周辰李明华 桃园报道 好 在此同时 位在桃园的国境之门 中正机场这几天的往来人潮 却非常的多 入境人数频频闯下新高 而且渴望在明天要到达一个高峰了 为什么呢 我们先透过数据带您来看 今天入境旅客大概两千多人左右 可是明天这条黄色的曲线 有可能要拉升到接近四千人 为的就是赶回台湾过年 我们来看现在台湾的防疫政策 假如说你在明天22号入境台湾的话 经过14天的叫做居家检疫 再加上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 这一个回合的防疫 至少有21天都要闭关的 如果你在明天来不及回到台湾的话 到了除夕夜 你没有办法出关 换言之 没办法跟家人吃上团圆饭 再加上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